我是巴鲁尼是谁要乔来啊 一直来上海一直来往口 一直忙到一直忙到到新疆五百 开外地住三亿一直来住各种外地的三亿 巴鲁尼到这家谁让你来 谁让你嘛上海里 哎呀小新疆小新疆 一直比较老新疆来 依靠流利的上海话 不看长相以为就是地道的上海人 来自新疆喀什的艾尼到上海打拼 已经有三十五个年头了 当年的那个新疆少年 已经变身新疆大叔 谈及当年刚到上海时的情景 艾尼依然历历在目 他介绍说 出到上海时自己动脑筋赚钱 在一些服装厂里 批发几件衬衫 沿街兜售 没想到几个月下来赚了七千多元 我是应该说 学了上海话后面学的不懂 很多厂在这里面 先去买一个衬衫 在回眉律师门口很多大老爸 我说这个衬衫你要不要 我意思这个年龄不会骗人的 小娃娃 还有有人说 这个小娃娃要出来不容易 他肯定要赚钱 人家可以拿五件 我可以拿十二件 二十件 我也可以拿得到 那个时候是作为 这个计划经济的后面 还完全没结束 我们来的时候还是 就还有点拼票来自拍 大概七个月 我九月份就回去了 七百块钱一定变成了七千多块钱 筹准了上海的商机 艾尼决定在上海做囊饼生意 而此时朋友给推荐的两个新疆小伙 他们因为在广东走投无路来投奔 两人精通打囊的本领 而艾尼负责销售 1988年那一年下来 利润就达五万元 囊饼生意越做越好 但在上海做囊饼的新疆人也越来越多 艾尼就动脑筋 在囊饼中包肉 改变做法来吸引顾客 但那时的工艺 只有喀什的老师傅会做 于是艾尼又返回老家喀什 拜会老师傅学艺 我回来到卡士有个军笔 就有命的买那个囊鲍肉的地方 他那个囊鲍肉我看得远远的 囊鲍肉买完了 我去买个囊鲍肉 他说我坐一会儿还没煮好 我一直旁边看呀 我第一天看了没看明白 第二天看了 那个人给我讲 你这里是吃囊鲍肉的 还学什么的吗 他就把我抓住了 由于艾尼的勤奋和聪明 现如今在上海虹口区趋阳路 买下了一栋四层沿街小楼 做新疆餐厅 所有员工都来自新疆老家 在上海艾尼不仅收获了事业 还赢得了爱情和家庭 当下她还计划进军上海 和新疆的文化产业 我现在已经有这个方向了 现在我这里做了新疆文化 我那边去搞江南文化 我上海待了三十五年 我去那边去推荐江南文化